说起这桩婚事 帝君千万年来 见过的女仙不少 何以独独挑任我家凤九 做你的帝后啊 我对她一见钟情 帝君这信口胡说的功力 真是越来越深厚了 小女平素顽劣 得帝君青睐 真是青秋之福 如今 奉九成了东荒的军尉 这丫头毕竟年少历遣 还望帝君一切多帮衬 那是自然 不过上神亦不必担心 小白十分能干 大到除妖斗魔 小到除善手艺 都十分出色 除善手艺 小白做的糖醋鱼 滋味甚好 本君十分喜欢 没错 凤九除了糖醋鱼 那油炸兔肉丸 罗汉八针 小敏对仙身 样样都出色 帝君以后若是想吃什么 随便吩咐他便是 好 娘 我又不是厨娘 再说了 这举重贴上 难道还没有厨子呢 可不知道帝君 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啊 这桩事本君一直搁在心上 本该一出谷就来青秋叨饶 但 听说青秋则叙十分严格 小白担心 本君这个女婿 合不上长辈们的演员 而终日忐忑 所以 本君也不好贸然拜访 合 合不上什么 小白担心 本君这个女婿 不符合青秋则叙的条件 既不是三代世家 目前 也无法手握重权 只是事到如今 八荒六合 都知晓本君是青秋的女婿了 即便合不上演员 也只有请青秋 将就一下了 好 帝君 言重了 本君亲自沾算过 五月初六 就是个好日子 不如 今日就定下来 五月初六 岂不还剩十天了 这么快 我们怎么来得及操持 毕竟是帝君大婚 简单不得呀 无妨 小白平日素外热闹 一切 都随了青秋的风俗即可 太陈宫管事 先官崇林 行事十分稳妥 太陈宫同青秋 一同齐心举办一场婚宴 定错不了 只是 成亲的地方 本君虽无父无母 但 也想在同生同长的 碧海苍林 才好 碧海苍林 如此圣地 乃是父神赐予帝君成长的地方 怎可被我等去叨扰 怎是叨扰 我同小白最重要的是 也该让八皇的众神 在碧海苍林 一同喝一道喜酒 方显正重 帝君为了奉酒 竟然愿意打开碧海苍林 我爹同意了 我爹同意了 那 你到底是同我爹讲了什么 他才同意的 干什么呀 神神秘秘的 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 还不说 神神秘秘的 快说 帝君 你到底是同我爹讲了什么 我说了 我要带你去我的老家碧海苍林 补办婚宴 那里风光宜人 方便你好好调理身子 顺道 再多生几只小狐狸 你又骗人 我没有骗你 玩累了吧 玩累了就睡会儿 乖乖睡 Cartagena 小狐狸 放延 kas 伸椅 延期 房但